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如果干不好的话 我就在这儿给你找个位置 继续接近十二号 获取他的信任 把他的动向 消息 及时地告诉我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去吧 是 众教官 这小小女的 你们每天看着不演约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正经点 是 张棍 好 厉晨哪 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呢 给您看个好戏 好戏 是谁画的 今儿啊 有个人到警局找我 让我帮他找段思琪 谁啊 康司令的公子 康绍廷 他们之前认识 据康绍廷所说 前阵子在东方大酒店附近见过段思琪 惊为天人哪 我看那小子羞达达的样子 八成是看上段思琪了 看上 我看事情 没这么简单吧 你爹生前 对你有什么特殊的嘱咐吗 我爹问我 吉少康之魏嘉熙的后遗局 吉少康之魏嘉熙 少康 康绍廷 宗教官 您怎么了 没什么 康绍廷到警察局 就是为了找段思琪吗 还有李旅长的事 这李旅长啊 有个姐姐 二十多年前被卖到了武城做丫头 这姐弟俩感情挺好 这李旅长到处突然在找 李旅长 一辰 这件事你要抓紧时间办 有了消息先告之务 是 我马上去办 还有什么 宗教官 听说前两天段思琪逃赢了 你从哪儿打听那小道消息呀 一场误会 这二号学员的真实身份 已经暴露了 你说什么 薛云进觉得二号行踪诡异 所以跟踪他 截取了他的情报 他说 什么 他怀疑二号是邝放指派的 他甚至怀疑 段平山的死与邝放有关 你为什么要出卖云儿 云儿可救滚的命 这帮朋友可以 但要有个杜啊 他让我去查段启凡的下落 前两天又让我陪他去找一个园丁 还让我伪造不在场的证据 宗教官啊 我觉得段思琪的事 他是涉及到了党国的秘密 设计什么党国的秘密啊 胡说八道 宗教官 我能从一个小教科混到今天 就是因为我知道 什么时候该站队 什么时候该离麻烦远一点 段思琪的事 我不想管了 我也管不了 哦 对了 这是他回国后 与我见面的情况 我一直有记住 你跟我啊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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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帆走 快走 我走 该有多难过呀 宗教官 您教过我 永远要站在强者这一面 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命更重要的 此事到此为止 你先去吧 睡 一 二 三 四 一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后面 站起来 一 二 四 一 二 四 二 四 一 二 四 三 四 一 三 Jack 快点跑 站住 第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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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放 你 你 快 告诉你快一点 快一点 快一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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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金怎么会在康府 段平山哪 在他的遗眼里 留下两句离骚中的话 我给您念念 集邵康之谓嘉西 留有余之二瑶 这个邵康 我想指的就是康少廷 我还核实过康夫人本家姓尧 排行老二 现在杜雨时的儿子杜子港 已经成了康赵青的父母啊 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有道理啊 不过啊 你不是说段齐帆手里也有口诀吗 这个段平山哪 臣服很深哪 我想 他在实施战缘法 混淆我们的世界 目的啊 就是要好好保护他的女儿 如果曾经是在康府 可就不容易得手了 现在啊 咱们有一次机会 我刚听说 李旅长正在向康司令借兵 利用这次机会 我们就可以把康赵青弄倒 康司令也是一方大员 不是那么好弄倒的 即使弄不死他 我们也可以徐徐徐师 到时候啊 给他捏造点罪名 这可是我们密塔鲁的长相啊 那好吧 没了藏金 我也豁出去了 有您这句话 我就可以 放心大胆地去做了 既然藏金的下落有了眉目 那个段思琪 没必要留下了 孙正元 这么做 可能有些不妥啊 您想想 万一段思琪 还有一些重要的诗句 没有吐露出来呢 都几个月了 这个眉眼镜 从他口里套出来些什么 再说 他现在已经开始 对我们起疑心了 还能静心地为咱们工作吗 另外我告诉你啊 段杜梁家的事 已经有人在关注了 我一直在压着 由着这个段思琪 早晚是个祸害 孙正元 这点啊 我十分理解 我看这样好不好 您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如果 薛云静 再掏不出什么新的信息 就照 您说的去做 那好吧 那你就好自为之吧 哎 师父 您找我 云儿 快坐 云儿啊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我一猜啊 你就忘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我生日啊 师父真您都记得啊 我多少年没过过生日了 能不记着吗 所以师父今天 特意的买了板栗 准备给你做 师父最拿手的 板栗烧鸡怎么样啊 太好了 师父 我来拨吧 师父的手不方便 也老了 但幸亏 还有你这么一个好徒弟啊 你出国这么多年 师父想 你肯定 没过过一个好生日 现在你终于回来了 可你爹呢 又常年 磨床不起 所以 只有师父 替你爹 尽这份义务了 师父 其实您在我心里 一直跟亲爹一样 有云儿这句话 师父真的高兴啊 我老觉得 这人和人哪 一定要多走动 否则的话 再近的关系 也会越来越远 你觉得呢 师父 是我不好 我应该传来看看你 看不看我无所谓 听说啊 你已经知道了 二号 在监视思齐 师父 师父 您怎么知道的 不要打听我是知道的 你要如实地回答我 你心里 还有多少事情 瞒着师父 不想说 不想说 看来 你是不想 再把我当成你的师父了 师父 是 我是知道二号在监视思齐 我还知道有个假元丁冒充 来试探我 这事换了您身上 您怎么想 什么意思 你是在怀疑我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我怀疑的是矿放 可是您那么袒护他 那我怎么跟您说 你错了 元丁的事情 是我让许宗补的局 目的 就是要找到潜伏的日本特务 另外 我为什么这么容忍矿放 那是因为 矿放和二号 都听于孙专元 孙专元 我这么努力他还不相信我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厘头啊 二号的事儿 你就不用管了 是 是 四七现在 对你借心很重啊 前两天他见到我 求我帮他 离开特训营 师父 这事您不能答应他呀 他一旦出去立马会被孙专元带走 可师父 有办法吗 是 旷放就是故意挑拨你和思琪的关系 目的就是想把思琪带走 要不这样吧 找个地方 把思琪先保护起来 师父 这事就不劳您费心了 您再给我十天时间 五天 五天我一定让他重新信任我 好吧 好吧 你压力也不用太大了 师父提你一句话 有的时候 朋友比敌人更可怕 好 爹 今天是我的事 是我的生日 您吃口蛋糕吧 今天跟师父聊了很多 可我真的不知道他哪居是 爹 爹 你抢着了爸爸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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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们没发现你吗 应该没有 我知道他们反侦察能力很强 你不觉得他们是在演戏 我觉得应该不是在装的吧 假戏真实真意假呀 日久 才能知人心 还是再看看吧 他们是不是在做戏 现在宣言金这么高 恐怕迟早会知道真相 看来还得给这个薛音进 施下点压力 否则的话 他总是不务正业 二号留着就是个祸害 要不要我把它清理了 不急 如果现在这么做 一定会引起薛音进的怀疑 特勤不是马上就要月考吗 在底下做点手脚 让二号成为最后一命 那个时候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送他回家了 是 喂 什么 我马上就到 几点了 起眼吧 科长 您该休息了 您一夜都没睡了 哪敢睡觉 有新的消息吗 局势 真的变成这样了 那日本人 真的敢 向上海下手头 上海的日桥 已经闹了一个星期了 他们不但打伤了群警 还增派了兵力 咱们武城临江 怕是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 是 这是总部刚刚发来的几天 马上从这儿学医技和匡报 到这儿来趟就进一任 是 周邦进来 怎么突然过来了 刚刚接到组织的秘密情报 说日本人准备更换新的密码本了 上海现在局势这么紧张 怎么突然更换密码本 组织上要求我们 趁日本特高科密室 经过武城的时候 暗中秘密地复制密码本 怕是有大动作 我 这位就是日本特高科派来的密室 他今天下午 回住住东方大酒店 总部命令我们 在我惊动的体化下 密密地盗取密电码 此次任务由邝放全权负责 是 此次行动 可以让特性营的姑娘们参与 尤其 是那个十二号 师父 这不合适吧 不经风雨 怎么才能见彩虹呢 好吧 执行吧 是 是 云儿 咱们时间紧迫 你要抓紧的 明白 来 叫我 等一下 组织上给你们下了外情任务 什么任务 去准备一下 是 怎么 教务长想明白了 准备把那个秘密告诉我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已经知道了 是他 对吧 四七 现在不要胡思乱想了好不好 就算你不告诉我 我也会查清楚 这件事情你不许再查了 不论你现在怎么想我 我们就算是演戏 也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和好的样子 要不然你会有危险 第一 以后请叫我英祖十二号 第二 我不会拿自己的感情演戏 总而言之 和你在一起才是最危险的事 四七 你要相信我说的 我一定都是为了你好 好 报告叫我长 我去执行任务了 喂 是我 科长 这次行动 我允许你 适当地 给薛云进 和段思琪一点压力 但是 不能上级行李 明白吗 是 科长 我能问一下原因吗 这样的话 我可以掌握一个尺度 该问的就问 不该问的就别问 尺度 就是说 可以让段思琪出点血 但不能伤筋动骨 明白 科长 你怎么不敲门 进来怎么也不敲门呢 越来越没规矩了 谁让邝介官先坏了规矩啊 为什么这次出外情任务的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 下次吧 下次吧 是吗 那如果我一定要参加呢 你别得寸矜持 让我去吧 求你了 我就去透透气 行吗 好 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 但是你要记住 必须听我的命令 当然 是 再确定一下 高森十二点下榻酒店 七号十二号 你们俩搬成服务员 司机扶植名麻烦 是 我跟教育长负责侧营 保护你们的安全 来 大家对下时间 现在是十一点四十五分 你们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他就是高森 怎么有两个人 怎么有两个人 密码本在谁的手里 那个女人 可能是她助力 或者是她情人 我倒觉得那个女的更像密室 她的行为 有着异样 你懂什么 在日本 男尊女卑很严重 我同意十二号的环境 不如这样 我们必分两个 好 这样 七号十二号 你们负责跟踪那个女的 我负责跟踪高森 校务长 请你侧营 行动 小心点 好 谢谢 不伤及性命 也许我会失手的 不伤及性命 您好 您好 小姐 还有半个小时 我们下次吃点饭吧 我有点累了 你去给我点分午餐 送到房间吧 好 那要不要顺便给你叫点红酒 算了 不要耽误正事 快 怎么样 你不都看见了吗 干嘛明知故稳 现在在执行任务 我是你的长官 是 长官 高森去吃饭了 女的没有去 女的让高森给他点餐 我觉得 在私下 高森是听命于那个女的 还有 我们的行动时间只有半个小时 嗯 匡方在楼下会守住高森 只有这个女的 你们送她一份大餐 谁 小姐 您点的碗 小姐 请问这是您点的餐吗 是的 请进 小姐 您可以用餐了 谢谢 你们可以先出去了 今天是我们的电庆活动 我们送红酒 要帮您打开吗 好吧 谢谢 小姐 您还有其他的需要吗 没有了 您可以先出去了 嗯 喂 前台吗 请问今天是你的电庆吗 是的 今天是我们东方大酒店五周年庆 每位入书的贵宾呢 都将获赠一份小小的礼物 是的 法国红酒 不客气 嗯 看来 这个女人不简单哪 先生 请点赏 好的 请上 客房服务 您好 可以打扫卫生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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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报警 报警会是锁着的 一定在这个里面 停止他 停止他 四杰 行不行 我能记住每一个声音 请不要打扰我 我们还有五分钟了 等一下 向远 一会儿放到远处 嗯 走 没关系 他没有快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泽小姐 怎么这么晚才开门 我刚不小心睡着了 好 先生 您点的餐到了 别动 怎么了 这个人是假扮的 咖啡厅的服务员都是年轻人 没有年纪这么大的 难道还有其他势力吗 这一次 我们可能会有意外收获吧 先生 您喝酒 咖啡厅 咖啡厅 对不起 对不起 先生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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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您擦一擦 所以 对不起 但是手法干净利落 十把活手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管的是共产党还是武汉方面的人 我们就坐那只黄雀就好了 我们就坐那只黄雀就好了 来 先生 走 走走走走走 真对不起 先生 对不起 您慢用 慢用 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办 走 看看看我们的同行 我们的同行 好吧 好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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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能动手 如果动手的话 高斯文会知道 他的密码本就掉了包 我们的任务就失败了 那现在怎么办 等他把密码本还回来 我们再动手 你留下继续监视高斯 我一会儿跟踪他 我们要离大功了 帝国马上有行动 为了防止消息泄露 所有密码本 必须进行全部的更换 请你不要动我的酒 对不起 喝酒了 为什么那个杯子上 没有你嘴唇的硬气 是不是 有人来我